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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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企業融資在我們資本市場的角色 或者各方面 大家當然知道 現在來講也開始受到比較嚴密的監管 大家也明白到香港的市場 雖然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但資本市場 特別是交易所的整體市場的容量 在世界上排名都是頭七位的 所以以香港的地方是很難得的 大家也看到香港的資本市場非常活躍 特別是交易所那方面 但當然大家知道企業融資 不是單單包括IPO或者交易所的交易那方面 實際上是很多方面 企業需要資金的時候 有很多方法可以去籌集資金 因為看著企業自己的需要那方面 所以企業融資作為這個行業來講 對我們那個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之多和非常之高 首先講一下機會先 香港來講總體的題目就是有很多opportunity 現在來講越來越多是一些挑戰 即是說有些對我們來講 很多要我們自己去全力投入去面對很多的挑戰或者方面 這方面來講有幾方面 一個就是市場的變化 一個就是我們監管的力度 還有那個licensing 還有我們的法規的改動那方面 另一方面的challenge 就是挑戰最大 就是我們這麼多年來的發展 實際上有很多都隨隨老耳 我們需要很多新血來補充這個行業 所以我們很需要培訓更多的人才 而在企業融資要培訓人才 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 如果假如我們真的要投身這個行業 我希望大家的心理準備 是要做很多基本的工作或者各方面 然後可以入行 我想在這方面來講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講一下機會先 正如我剛才所講 香港的資本市場 特別是交易所的整體的資產 那個總的那個size來講 是很大的 那麼亦都呢 香港來講 不單止正在交易所或者各方面的交易 那麼我們也都知道 有很多over the calendar 就是說 不是交易所交易的一些 各方面的合約或者其他方面 那麼實際上都是很多的 那麼所以在這方面來講 我希望可以大家知道 作為香港交易所是一個重要的 另外但是香港也都很多 那個我們叫做 就是例如我們的bonds 或者我們例如一些其他的 一些borrowing 一些debt instrument 這些所謂的債券 或者那方面的東西 我們都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但是這種來講 是有幾種 一種就是一些private公司的fundraising 一些是上市公司的fundraising 但是很可能呢 這些這樣的instrument 即這些這樣的合約 或者這些這樣的提供給市場 投資的產品 往往都未必是在交易所交易的 那麼另一方面呢 香港很特別地 我們在那個新股上市的那個市場 是非常非常活躍的 那麼大家都明白到 我們實際上過去呢 就是只有四個地區 我們香港是接受它 是作為一個IPO的 那麼當然大家都知道 是香港啦 中國啦 Bermuda 以及Virgin Island 那麼但是這種情況 維持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但是在過去這六七年的時間 我們已經是 將這個這樣的所謂 能夠來香港上市的 一些Juridiction 的國家呢 是擴大到 是超過二十個的了 那麼意思上呢 我們過去實際上呢 是香港的資本市場 特別是交易所的市場呢 的擴大容積呢 最主要的提供者 就是中國 就是中國 在中國註冊的公司 那麼這方面 大家也都看得到 整個資本市場呢 是在 只是交易所交易的股份 或者什麼 他們的市場的份額呢 實際上呢 有百分之六十呢 是上市的公司呢 都是中資的背景的公司 那麼所以呢 這個來講呢 我們都希望 打破這個這樣的 就是一個 單向的發展 所以我們要容納更多的Juridiction 所以大家也看到 有很多些 跨國的公司啊 例如 德國的公司啊 或者美國公司 都在香港上了市的 那麼如果你說 講香港那個 新股上市的市場的 活躍程度呢 實際上呢 在2009年 至到2011年 連續這三年呢 因為有很多大型的銀行啊 特別是國內的銀行呢 在香港上市呢 我們在 新股集資的數額呢 是在全世界第一的 那麼這個來講呢 是非常之 值得我們自己呢 是覺得是驕傲的 但是當然這個來講呢 就很多客觀的環境呢 並不是表示香港呢 是特別超卓 是去爭取什麼 而是說 香港無可否認呢 是中國企業呢 是首選的上市的地方 那麼所以呢 這個呢 也是有它的原因 那麼這個 這個機會 為什麼會帶來香港呢 當然背景之後呢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法規 啦 因為我們自己的 我們的人才 那個 本身的質素 或者是我們那個 合規啊 合法的心態呢 另外呢 就是我們那些 監管者呢 他們本身做的工作呢 也都是非常之出色 那令到投資市場 是比較好有信心的 大家也都要知道 香港的資本市場呢 有超過百億七十五的 投資呢 都是來自海外的 並不是香港本地人的投資來的 那另外呢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市場呢 它是包含了呢 即是我們這些 所謂的機構的投資者 啦 企業的投資者 也都有呢 是我們一般叫做散戶啦 那但是大家也都不要忘記 散戶當中呢 現在越來越多呢 是中國的投資者的成份 是在裡面的 那所以呢 總體來說呢 香港的機會呢 是非常非常之多 而且因為我們開放多了 即是超過二十個 其中包括日本啊 或者什麼呢 他們會很多呢 特別是在歐美啊 或者在澳洲啊 各方面呢 他們很多大型的企業呢 都希望來香港呢 去分一杯羹 因為主要香港呢 是有 有它的一定的優勢呢 就是說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 我們沒有外匯的 資金的進出啊 貨物的進出啊 人才的進出呢 是沒有一些局限的 那麼這個來講呢 也都令到香港是有它 超綽的地方 另外在地域上來講呢 香港是處於兩個最主要的 交易市場的中間呢 那麼實際上呢 是可以將整個環球的市場呢 是銜接得相當不錯的 那麼另外一件事 為什麼很多人說 喂 日本的市場比香港大啊 為什麼日本不能做到這個角色呢 這個純粹就是很多 language的問題啦 另外呢 就是發規的問題啦 另外呢 就是日本人本身的排外性的問題啦 那麼種種呢 是實際上呢 令到香港呢 作為一個自由港呢 對資本市場啊 或者對這些這樣的 就是受監控的交易的那方面呢 香港是有一定的角色的 那麼當然我剛才也都約了提過一下呢 我們在很多 我們香港是有自己特別的一些環境的優越性啦 而且還有香港大家不要忘記呢 我們無可否認呢 經過差不多超過100年的殖民地統治呢 我們唯一可以得到的呢 就是一個language 就是我們在那個文字啊 英文啊或者那方面呢 作為一個國際語言呢 這個是很著數的 另一方面呢 就是香港的法規呢 是行普通法呢 是令到很多人呢 很有信心 因為可以通過不同的訴訟 訴訟的渠道 各方面呢 是可以覺得他自己深受保障的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呢 我們香港的監管的需求呢 是一定要透明度 那所以你看到上市公司現在呢 對那個disclosure 對各方面的要求呢 是不斷提高的 而且另一方面呢 在我們過去這幾年呢 已經是通過了很多 立法的程序啊 或者是去收張的程序呢 所以你看到呢 我們對所有的參與的人來講呢 他們本身那個 那個要求啊 或者是他那個 如果他違規之後呢 他的法律責任 或者那方面呢 都是提升了的 而另外一個監管者本身來講呢 亦都是對市場那方面呢 是無所不 就是很詳盡地去跟進 所以這方面來講呢 亦都是對香港呢 比國際投資者 或者各方面來講呢 他的信心是非常之大 因為大家都明白了 很多股份在A股都有上市 在香港亦都有 H股也有上市 為什麼受歡迎的程度呢 是會香港比較容易一些呢 那麼這個純粹就是 我們的客觀環境呢 是始然的 另外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呢 中國本身呢 實際上呢 過去很多大型的企業 來自香港上市 但是實際上呢 以中國能夠有資格上市的公司呢 是成千上萬的 而實際上呢 在國內的排隊呢 他要排的時間是很長的 另外一方面呢 因為中國本身都是以一個 不是說一個透明度非常高的 是以行政為主導的一個 那個經濟體呢 所以很多時候呢 往往呢 在一個 要爭取上市 或者各方面呢 他在考慮 怎樣呢 是往往不會說 是因應回 這間公司的情況 市場的情況 那麼這件事 在香港呢 就是一個比較 很open的一個環境的 那麼當然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自己呢 現在越來越覺得 因為我們有了公積金啊 也有其他 不斷擴大我們的基金那方面 那麼所以這方面呢 我們是會越做越大的 但是我們現在來講呢 那個市場啊 和那個監控的環境的改變 大家都知道 金融海嘯呢 是帶回來很多外遺症 後遺症的 那麼所以呢 全世界的監管機構呢 都是強化了這方面 而香港呢 亦都是跟進了 那麼所以呢 作為一個從業員來講呢 對他的要求 或者對他的 合規啊 合法那方面 很重要 而另一方面 sponsor來講呢 因為過去都出了一些個案 當然是isolated的個案 但實際上呢 這件事呢 是令到很多人呢 會覺得是受衝擊的 那麼所以呢 現在我們那個監控sponsor的 那個法規呢 是加強了的 而且呢 就是我們對IPO來講 過去他對所有的 我們叫做 招股書呢 他那個內涵呢 他們的責任呢 是只是為董事責任的 但是現在的sponsor 是要對那個 真確性啊 各方面呢 是要負責的 那麼 而 而另一方面呢 現在香港我們最需要的呢 我也都希望很多同學啊 或者各方面呢 是去考慮的呢 就是 企業融資的行業呢 是歷久常身是需要的 就是等於 例如回計師啊 或者是律師呢 這個也是 因為商業 工商業的發展呢 它是絕對需要的 企業融資來講呢 正好呢 是可以fill in 到呢 是公司因應不同的要求呢 我們提供不同的一個解決方案呢 是可以給公司的 那麼所以這方面呢 我們很希望呢 能夠多一點的 多一點的talent呢 來幫助這個行業的發展 那麼 而這個發展過去呢 是用學徒制的 但是現在呢 就比較越來越規範 因為我們那些守則啊 我們各方面越來越多 那麼所以呢 我覺得現在作為同學 進場這個行業呢 他們將來要 on the job training也好 或者很多是 例如我們香港SI 都有provide到一些 就是training material 各方面呢 這個是幫到他的 而最需要 大家知道同學呢 如果能夠想去 在這個行業發展呢 他最需要的呢 就是會計的知識 以及一些法律的知識 另外一些合規的知識 各方面呢 這個都非常重要 但是更加重要的呢 就是因為呢 我們這個行業的同事呢 他接觸的呢 都是公眾的資金來的 是比銀行啊 或者各方面呢 更加闊 而且銀碼更加大 所以我對誠信的要求呢 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所以呢 變成了現在以後呢 大家知道 參與企業融資的從業員呢 在證監那方面 監管的 就是那個深度 闊度呢 是越來越加強的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如果是要從事的行業呢 就有這個心理準備 但這個絕對是一個 非常之 是rewarding 就是也是 令到你自己呢 是終生呢 是不斷有學習的機會的 我自己從事的行業呢 都有一段很長時間 但是直至我退休到今天為止呢 我都覺得呢 很多東西要學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市場啊 企業啊 的變化 越來越多 如果我們要為它提供服務呢 我們一定要對各方面呢 是很有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覺得年青人呢 如果他真的想去 進行一個 終生學習的機會呢 實際上在企業融資呢 是那個是 無邊無際的 因為你可以見到一些 各方面的公司呢 你都要學習一段 你連可以提供服務的 所以這裡呢 是 另外呢 我也都希望大家呢 是做企業融資的員工呢 是沒有得 是說 是輕率地 我今天入行 那麼明天呢 就可以去做一個主管級 或者一個經理級 各方面 因為呢 你要build up你自己的knowledge base 對整個管理的 或者行業 各方面呢 你都有一定的認識 所以這方面來講呢 我覺得 如果同學要參與這個來講呢 你預算呢 付出是相當多 但是你的收獲呢 未來呢 將會越來越大 而更加重要的 我們希望大家做學員的呢 最好呢 參加多些的不同的 學會或者各方面呢 因為呢 我們是互相學習的 因為很多人 他是做binking的專家 有很多是mining的專家 但是實際上 沒有人呢 是一個通才呢 是可以做到 做完所有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作為一個 就是這個 提供服務的人呢 我們要是有不同的connection 那然後呢 可以踏通天地線呢 是做什麼事情呢 你都可以呢 是迎刃而解的 那麼在這裡呢 很多謝大家的分享 OK 謝謝